年過70的朱偉榮 離開法院時被大批傳媒追訪 朱偉榮就指 當日只是負責拆遣見 認為裁定區罪名成立不合理 裁判公表示 裁判公表示 事發樓宇有接近50年樓齡 早已日久失收 被告作為非專業人士 或註冊成件箱 就自把自為 明知沒有支撐物的情況下 在地鋪進行作柱和拆地台等裝修工程 根據專家意見 這些工程產生的震盪 相當可能導致塌樓危險 裁判官指 被告是與工程直接有關人士 需要負責 而且他沒有找專業人士 陷刷地台承受能力 工人甚至不清楚正確方法 就拆卸地台 令地台有下陷危機 工人亦可能受傷 2010年1月29日 位於桃瓜華碼頭圍道 45J的五層高堂樓 懷疑因受地鋪裝修影響 主力場結構由地下開始倒塌 繼而將樓上四層逐一扯下 整棟樓短短10分鐘內完全塌下 牙力堆積達兩層樓高 慘劇造成四名住客死亡 另有兩名住客受傷 在香港50年以來手中塌樓意外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大移民報導